好 那第一張地圖開始了 這邊第一張圖是我們的夜市 第一張天塔 沒有啦 一開始這邊我們看到畫面就是 卡洛斯這邊一個和尚 一球打死了Yoshi Haru 好 這邊的話 雙方的陣型的話是插在女坦加上第一把 那在兩邊的話交換下來的話則是一個二換二 喔 但是在一波 激烈會戰下來之後 DTN是拿到人上的優勢 而且和尚也是把對方的星星給趕跑了 那這邊面對到同樣是幾乎是鏡像的DTN來說 你覺得他們要怎麼打的套路會比較 這一段的話 應該是 現階段D把這個位置很容易被多槍線給撕開 那他必須要一個人限制到兩個槍線 然後讓黑球去掛在任何一個刺客上面 然後先把刺客給幹掉才可以打得比較順手 所以他們的主要突破火就在刺客的部分 一開始直接在這邊直接在Yoshi Haru 抓掉了Yoshi Haru私兵器 Oputo一個忍者也非常秀 秀掉了是阿美肯 在兩波的一個DTN的進攻 防守戰中是成功了是阻擋了FB的兩波攻勢 那在這邊的話 直接抓到後面 NDR手中期握著一個脈龍手榴彈 Oputo這邊拔刀了 直接剁掉了閃光跟DOTELOF的合上 就是讓把場地是限縮在小一點 那這邊9TH的右肩人是比較正確的 是阻擋掉正確的目標 那這邊的話 一波會彈 DTN這邊星星配合上忍者直接進場 這邊阿美肯拔刀找不到目標 這邊想要剁閃光 閃光兩個閃線跑走 這邊只能爬牆去找第二個目標 這邊是成功把點搶了下來了 但是這樣子 為了一隻士兵就出DVA的話 你覺得值得嗎 你說哪邊出DVA 就是9TH這邊的DVA 因為他目前比較能限制到的目標 是尤其他如果士兵76的奈米強的話 那不然他們這個陣型就必須要拉到點槍去打 不要在廣場這邊打 因為很容易會被那邊 無論是和尚啊 76還有閃光這邊的強線被拉開 因為他的右鍵他只能站出一個方向 可是他同時變成兩個方向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有點挫抖不及了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再次進場 DTN是從右邊的部分 現在懸崖跟你做一邊打鬥 這邊的話 Sightheart直接收掉卡洛斯 這邊閃光丟出了一個脈通炸彈 但是空大 DTN的人員全數進來之後 把Fireball人成功反收 那這邊NZ亞手中一個脈通炸彈 等一下可能是關鍵性的作用 他等一下要先打出一個破頭 這邊錄音波平常先丟了下去 Ameca這邊跟著是DFA跑 DFA這邊率先爆甲 台雅塔這邊開啟 超滿路身補習隊友 星星這邊在正面是電擊做一些壓制 但是這邊限制不了Ameca Ameca的訊息 再次收掉了破頭 Sightheart非常漂亮的閃光 比起上週的閃光來說 我直接進步很多欸 對 這樣 呃 會變得 會比較 比較 合適一點 比較合適比較設計的陣型 該做出來的事情 我們看到第二張地圖 這邊Fireball人進來這邊 法拉是拿出了法拉 這邊是一個22的陣型 那這邊DTN一樣拿出了 是一個132的陣型 剛剛才是沒有變動 在第一波的一個碰撞下面來說 目前是一個3換3 目前人頭算是持平 想要變得是 任何一個刺客都沒有辦法 單獨去處理任何 呃 先來DTN任何一個角色 DTN任何一個角色 132 這邊只要 河上有套球 哇 第一次進入鋪頭 這邊被第一聽的 阿美肯直接一個訊息 直接刷到 來到了點上 這邊法拉在點上 是受到大量的火力 這邊吸吸吸吸 追著他跳 邊跳邊電 直接電掉了MDNR 好 這邊再有一個會戰的話 阿美肯應該是會扣留這個拔刀 然後慢慢的去正能量 是 那在這個22的陣型的話 我覺得 第一把這個點 究竟要去針對哪個目標呢 我覺得他 應該先去找對方的士兵7-6 然後再有可能對方閃光之劍的話 先把那個 忍者給逼掉 好 這邊OPTO嘗試想去打出一個破口 但現在看到 無論是MDNR還是OPTO這邊的話 好像都沒有辦法對後排有所騷擾 哇 第一時間這邊我們看到遊戲阿魯馬 三個視頻就有一個右鍵 哇 直接被打過河 沒有跳下去 這邊我說謝謝你 沙耶哈欠這邊直接打掉DVA的裝甲 DVA在這兩場的一個對戰中 明顯看得出來 他的一個角色價值 並完全無法發揮出來 對 這邊看 Fireball要不要使用一個3-1-2的陣型 DTM還是沒有換一樣 是在這張地圖裡面出了132的陣型 Fireball這邊拿出的是一個222 這邊是有NZNR的閃光 搭配上的時候POOTO的原式 這邊果然由聶寶所說 遊戲阿魯馬上是到後面大火爆的位置 直接開始做輸出 好 搶了個到 搶了個到 搶了個到補爆點之後 因為 呃 對方選擇了星星 所以星星 在兩邊限制的時候 那其實沒有任何一個角色 可以限制到他的存在了 那NZNR在第一個時間這邊直接收掉 DOTELF DOTELF倒下沒有辦法做集火的部分 那邊撒哈欠馬上是幫他爆了仇 星星到了點上 76一樣是在平台上面猥瑣的做輸出 這邊的話 啊 薩摩拉里馬上想撤退 來跟76做會合 但是OPTO這邊成功抓到了一個縫隙 收掉殘血的 SAMARI在收掉遊戲阿魯 是 好 這邊的話就是有 遊戲阿魯站在廣場的中間 結果OPTO在這一段的話 又先把DOTELF收掉了 DOTELF這邊倒下 就少了一個最關鍵的一個集火的黑球 這邊SHA HAD在丟出一個脈衝炸彈 強制把人數給拉平 哇 這邊是遊戲阿魯給旋風武器的發揮 配上SHA HAD在側翼的一個攻擊 直接燒對方兩顆人頭 人數烈絲是成功是拉開 這邊點上是DTK人比較多 剩下的是星星在點上做纏鬥 星星這邊沒有大招 那是直接被做了擊殺 對 雖然說 目前有一個引力彈啦 但是DTN這邊有套兩個保護技能 所以我想 等一下大絕兩波會互相抵敲 然後後續的話就比DW進場 這邊KAROS的話 應該阿娜要先優先把自己的 呃 奈米手榴彈 給 生化手榴彈給扣起來 不然的話接下來被的和尚 是直接扛掉大絕 就沒想到大絕還沒開的狀態下面 在第一波的一個碰撞 DTN直接收掉對方 NZNR NTH還有雜夫克斯 兩張圖都直接是拿下來 目前是最後一張圖是一個聽牌的局面 Fireball這邊手上四顆燈 引力彈這邊率先開啟 迅行率先刷掉遊戲 哈魯這邊奈米全然丟了上去 忍者這邊發光開墮 NZNR這邊賣洪手榴彈直接在到Delay 之後有Oputo繼續做收掉 SAMRAIDO 但是SaiHARI這邊不甘示弱 收掉雜夫克斯之後 繼續在旁邊的側翼 沒有人發現狀況下 直接在點到ROCKET 這邊人數交換上 這邊是DTN 阿是大勝 手上還扣了兩個大招 哇 目前 你殺對方一個刺客 對方還有兩隻 當然沒有辦法 哇 這邊 雙手男拳四腿阿 這邊 忍者倒下 然後是由DTN這邊是一個3比0 帶走了Fireball 那我們來看一下防守方的陣型 目前攻擊方這邊是開始的 防守方這邊是Fireball先擔任 這邊是一個222的陣型 刺客陣作防守 但是這邊沒有帶閃光NZNR 拿的是士兵76 攻擊方是DTN DTN在這張地圖一如往常 是拿出他們熟悉在國王大道使用的Sombra 就是亥隱 Sai Hatte的一個士兵秀在遠程做輸出 非常Delive的一個閃光 直接是打出一個破口 亥隱這邊直接馬上電池在路上 害了一下就害到了很多人 第一次連路西歐是個激活目標 這邊是直接被Sombra1的星星直接給抓掉 我不斷在旁邊是把Ameca給收掉 但是正面已經倒下了兩個人 Delive的閃光繼續又盯到第二個目標 也就是他們家的安娜 卡洛斯這邊是拼了很久 一罐丟了下來 成功是躲掉了一個閃光的襲擊 但是這邊遊戲哈魯是補上把卡洛斯給收掉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Ameca的一個亥隱大絕很快 剛開完沒多久 現在又已經70%在手中 等一下馬上要在電池脈衝破一次 這邊Fireball決定搶攻一波 直接趁著你刺客在繞的時候 直接進到你的陣型裡面直接開殺 但是DTN這邊我們看到Sai Hatte馬上一個旋風 我已經右鍵收掉了 我鋪頭之後Sai Hatte再收掉卡洛斯 反而讓Fireball這波進攻 想要去搶你的一個時間 Ameca的一個亥隱的位置 會一直藏在二樓 你看氣肉現在也是布在二樓 比起之前DTN常常會忽視一下一個地形優勢的狀態下 今天是表現好很多 陰謀平常跳下去在這邊在街上的這個電池脈衝破 這邊的話對方Fireball又多數人員沒有辦法使用技能 直接被Sai Hatte的一個戰術鎖定 直接在點掉大多數的成員 Ameca直接利用向位轉換器是到二樓的位置 目前大局又來到97%了 等一下他要從二樓跳下來 再表現一個漂亮的電池脈衝破 NZR這邊是套上奈米強化開啟 這樣鎖定是往外打出 NZR這邊旋風我現在一顆收掉 兩顆人頭繼續收頭 這邊的話第一天快速撤隊 一個路修很溜的爬牆收掉 這邊能跑得走嗎 我們來看一下Fireball這一波 他們的情報能不能找到這個Ameca的亥隱 哇 這邊Ameca又多一個 喔 這邊的話是分散做移動喔 然後主要Rocket是先送 就是怎麼說 讓你變成那個電子脈衝的第一個首要目標 然後忍者在蹲在二樓準備開大局 可是目前效果是一個電子脈衝出來的時候 達夫克斯沒路修是退得很遠喔 其實在第一時間馬上一波屏障 是幫隊友抗住第一波的正面傷害 第一天在第一波傷害打不出來的狀態下 這邊打到焦灼戰 反而是讓Fireball這邊拿到人數優勢 是 這段Fireball則拿出了藍路珠做Counter喔 那是想辦法來抗最後的一段防守 喔 對我們會看到 Saiha雷換了4-7-6 那這邊的話少了一個刺客 這邊的話222的陣型 這邊的話Yusharu就可以去針對NZNR去做個限制 Ameca在二樓的位置 那這邊是沒有人能上來去限制他 大絕部分84%即將又有大絕 趕快去吃個補包吃一吃又有了 這邊Yusharu手動自爆是WORD 目前雙方在做個膠著 能量獲取 Yusharu這邊自爆可以配合上Ameca的一個電子脈衝波 這是一個當初漢影剛出的時候很常見的combo 果然表現出來這個自爆下去 收掉了Oputo再一個衝撞 這邊收掉了札幅克斯 一個破口打得出來 DTN這邊是一個非常多的人數優勢喔 好再來Yusharu換成了第一把來限制NZNR的一個輸出 這個效果之後做出來這邊只要Oputo跟NZH的宋和娜在做撐點 這個宋和娜是活了很久 這邊直接被個連擊收掉 Oputo的一個藍路珠想做 但是直接被一個衣罐之後無法進行回血直接被解決掉 但是目前DTN的一個補給線是沒有架設起來的 好這邊沒有人踏點 最後DTN是用了現在時間還有1分58秒 這邊是帶和尚沒有帶安娜 所以這邊是一個和尚安娜配陸修 然後輸出的部分是原式配上的是四名七六 喔這邊Fireball也拿出一個 這邊是一個三叔叔的陣型喔 然後是由原本是坦位的NZH拿出的Dominion 這算是他的第一次Dominion亮相 好這邊講錯Fireball是攻擊方啊 剛才嘴殘嘴殘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那一TH馬上第一時間直接G掉了Saiate 但是這邊的話 Samuraiido也是沒有直接收掉了Karos 在一個碰撞下面來看的話 雙方目前人頭是換得蠻平的 但是防守方是比較吃虧 DTN這邊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Usharu的表現 那這邊是比較貼近防守方點上的一個位置 那邊其實很容易被二樓人給抓掉 喔這邊NITETH的話 右鍵是帶走對面的和尚 先帶走對面一個的話想要 目前的話被兩個是可以騷擾 哇這邊刺客果然是手下流行 阿美肯這邊直接從英文是拔刀 開剁剁掉NITETH 這邊配合上Saiate 一個閃光商量馬上抽到Rocket 再剁掉一隻Karos Oputo這邊反拔刀 這邊打得死嗎 被剁掉 但是Oputo自己殘血 而且他目前人員並沒有很多 但是復活點來說 這隻Fireball比較近 目前的話DTN再閃光 再被收掉 這邊是個Oputo的精彩發揮 好這邊都對 有倒下了 現在人數減圓 這也是變得三四處陣型 在防守的時候面對的 面對比較大的問題喔 結果一旦人數減圓的話 那其實這個陣型就變得意外的脆弱 那我們這邊 剛才的話 剛才應該是想要多拿一點能量 NZNR的部分 那這邊我們會看到NITETH這邊血量很長 被套三個陰波屏障 是把自己血弄之後 Oputo這邊繼續躲 追著阿美肯的壁骨跑 那正面的部分 Rocket這邊開心野性之怒 彩漢大也開啟了一個超凡路正 這邊是大絕繳了很多 一個豪華海景洞 是成功把對方打退了一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Sai-Hade 哇這邊被Oputo一個訊息 再次刷掉 那札富克斯也是被交出陰波屏障 我覺得Fireball跟大絕是交有點重啊 因為這邊就可以看到像這樣 第一天可以直接做一波反打 Sai-Hade 快速收掉Karos 這邊阿美肯是到一個二樓位置的 往地下做輸出 馬上從扣動漂亮 直接右鍵帶著Rocket 再一個訊息 鎖掉札富克斯 那雙方都有帶Deva的狀態 那可是這邊DTN 雙方都是一個閃光 那其實Deva限制 合上的 唉唷唉唷 這個 這個鼻地 這個畫面我好像看過 好像看過 好像在哪個地方看過 欸還真的要推到了 真的要推到了 啊這個鼻地 整次錦標賽中 第二個鼻地被我們看到了 這邊是有我們Fireball的NTR 好像在當初一個艾西瓦德 有見過類似的事情 我們看他這個閃光很喜歡 在車旁邊偷偷摸摸的 好 好這邊路西歐蛙斯 把體貝給打死了 那主要的話 在這邊會在裡面 歐普頭切掉了對方的和尚 Fireball這邊直接收到對面 是兩顆人頭 包括收荷娜的機甲 這邊Karos的部分 被Sai-Hade給做了擊殺 Fireball在一個進攻方 做了一個人員的換頭部分 這邊是來的比較成功 歐普頭的一個人者在進攻方 有一個精采的發揮喔 好現在Fireball的 歐普頭是搶出了 高處位的位置喔 然後 這邊星星的話是想把 人優先給趕下來 可是這邊位置覺得有點深 那把路西歐開了 其實有個保護技能 這邊的話 Samalito從空中掉下來 開前一間進入 快帥氣的進場 這邊的話 超完路身也開了起來 忍者也拔刀 各種大絕再次交了下來 歐普頭這邊直接收掉了很多 收掉Sai-Hade還有路西歐 NTR在旁邊也收掉的是 阿美肯喔這邊是DTN的一面倒 反而是DOTELOF手中的超版路身 一直沒有開啟 出復活的時間都是一個斷層 這邊被迫開的大絕出來是打車 反而四包的話是有機會推到底的 這邊2分16秒 可以反向去壓制到此刻 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DTN在最後的1分4 50秒鐘要做最後一波攻勢 阿美肯手中又是拿的是一個亥影 這邊Fireball要注意的是 亥影一波流是很強勢的 要直接把一點拿下來 是時間上的問題 這邊歐普頭是到後面想去抓 反而在這邊 在亥影還沒拿到大絕之前 Fireball一個過度激進的前壓 是讓自己倒了非常多人頭 這邊等於是送了DTN一個A點 就是說你進點我才打你 對我先不打你 你就賺不到能量啦 那其實 他們這段是選擇讓Fireball Fireball這邊是選擇直接去壓門 壓門去打 可是大捕包被害的狀況下的話 那其實讓阿美肯賺到更多的能量 哈囉哈囉一直說嗨 兩座兩分鐘是阿美肯大幾隻好了 DTN就說其實也是在計畫通啦 OK的 DTN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Sidehide直接開起來再用鎖定 直接收掉了Rocket 和Sidehide這邊反向拔刀 收掉你們兩個人 但是目前是一個三換五 這邊來說是DTN這邊比較賺 DTN的Delive 再次進場直接拿掉的是Rocket 來卡洛斯 對亥魯失敗了 但沒有關係他有一個E器 的話相對腕移 直接是推到了後面 好這邊的話主要 TNN這邊有一個單寶屋技能喔 但是要注意的是 車子絕對不能離開 唉唷 差一點 剛剛路修又有一個右鍵的話 有嘗試把TNN的成員給推開喔 但沒想到的是 在最後一秒鐘的瞬間 是成功的碰到這個車子 那這點的話 9TH直接換上士兵 在門口這邊是做揪持 揪持 那這邊的話手中握著一個 這樣鎖定 這邊的話 Fireball打出一個成功的破口 由Pudol跟NZNR的一個配合 和Pudol這邊再度拔到這一邊 DTN能否擋下這一波呢 看來是沒有辦法 會不會再開始燃燒 DTN1分50秒的時間 推了兩個點喔 算是很遠了 對 只有站在二樓 星星站在點上的前端 然後Fireball的話 則是也是拿出了一個 一三二的陣容喔 然後由9TH拿出士兵七六 欸 這邊3HDD是優先把NZNR給抓掉了 喔 這邊直接是 跳到門口 是把正面的人吃給逼退 這邊一般來說 這種刺客陣 優先目標應該是和尚啦 但是看到和尚有六七歐 還有一個坦克在保的狀態下的話 其實不會去弄他 欸 合尚位置有點危險 Kyros直接被抓掉了 NZNR就是幫他爆了 從SAMURAIDO這邊倒下 我不知道我再刷掉的是DLF 目前是一個二換一 DTN的人數是比較少的 哇 這邊交換下來的話 阿美肯又先帶掉了 9TH在點上互刷 哇 這邊的話是一個 二打一的局面喔 忍者加閃光 然後陸西歐隨之跟上 最後把這個阿美肯也幹掉了 Fireball這邊一樣可以拿下A點嗎 看來這邊SAMURAIDO 不想讓他們得逞 直接到了點上 D磁劍被擊火掉 導致後來進場了兩隻輸出 沒有坦克的威脅 直接也被收掉 對 雙方比收頭的速度 這邊我們要跟你慢慢打 我跟你講 我沒有什麼後路可以退了 阿美肯這邊手中一波刀 這邊應該不會冒然的開啟 因為對面其實是Fireball Kyros開啟一個超凡路勝 超凡路勝 結束之後這邊刀應該就會拔了 這邊的話 DLF其實還在SAMURAIDO這邊 被收掉了 這邊刀應該又留著了 應該不會想強勢開啟 大絕想要換你大絕 雙方都想騙對方大絕的狀態 阿美肯拔刀了 這邊殺害的第一時間賣衝 戰爛直接載到那裡TH 在這邊 阿美肯想單獨卡羅斯的圖童 被一個和尚直接用珠子 給敲死之後 SAMURAIDO再收掉卡羅斯 目前人數交換上面 DTN這邊比較賺 但是OPOTO這邊 憑著一擊之力一個訊息 收掉的是UC HARO的鎧甲 NTR也收掉的是DOTELOF 反而這邊Fireball 在後續的人頭交換上面 是打贏了DTN 這邊好像沒有問題 可以拿到第二個分數 剛剛CG去抓對方的路修 好像是沒有成功喔 那反而是JPEG在後續會在裡面 被SAMURAIDO給收掉了 這邊Fireball OPOTO 再收掉的是DELVE 好 點上了一波撐點喔 那我 呃 覺得有機會直接去 攻到第三點喔 第一天這個SAMURAIDO在背後 待了很久 直接跳過來吃你後排 平常產生器 蓋了下去OPOTO這邊 拔刀先收掉兩名成員 Fireball這邊是一個三換一 這邊的話我覺得 DTK有點危險 SAIHATAY這邊沒有收掉 和尚反而被Fireball人全員收掉 這邊的話沒有問題 Fireball要打到點了嗎 這邊成功踏到點 6比5 Fireball在國王大道拿下了勝利喔 結尾焦光了 所以導致了第三段 完全沒有東西可以 counter到這邊 容易溫子的發揮 呃 容易溫子的發揮 我們來看一下 highlight是來自DTN的 SAMURAIDO的溫斯頓 哇 這邊是一個 跟隊友 這邊就是墊了很多人 每個人墊一下 然後呢 再做補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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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